大家好,我是小凯 今天的课程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网格的画法 我们看一下课件 什么是网格呢? 网格就是在我们这张图里面 它是以一种网格的形式作为整张图的背景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点它所处的具体的坐标位置 可以让我们对整个图形在坐标逐上的具体位置 有一个更直观的观察 比如说,在之前的绘图当中我们没有网格 这个背景都是白色的 现在我们有了网格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坐标刻度对应的具体的位置 好,我们现在来具体实践 画网格呢,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是用PLT直接封装好的网格函数 第二种呢,是用面向对象的方式 今天我们把这两种方式都尝试一下 我们先用PLT进行交互式的绘图 首先先导入 好,好,好 好 先生成一个数组 好 这个地方我们就划出了一条直线 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打开这个网格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函数 用PLTGrid True 就可以打开网格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我们背景上面就已经有了网格的效果 当然我把这个处去掉 再运行一下 我可以把它关掉 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交互的效果 除了这种 比较简单的网格方式之外 我们还可以对这个网格进行更多更复杂的一个定制化 比如说我会改这个网格的它的线形 我也可以改这个网格的颜色 还有它的粗细都可以改 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比如说我先改它的颜色 把它改成红色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呢 我把它的宽度也改一下 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它的网格就变成了红色 当然我可以拿回切换 改成蓝色 或者改成绿色 当然也可以对它 也可以更改它的线形 可以改成实线 也可以改成点画线 也可以改成普通的虚线 当然正因为有了这个网格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这根直线的斜例是2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X的坐标1.5对应的Y是3 X2对应的是4 这个就是网格最大的作用 好 然后我们现在呢 用面向对象的方式来绘制网格 首先先生成一个数据 生成一个图形 然后生成一个X 做标准对象 然后绘制图形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网格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我不再是用plt.grade 而是用X.grade 这个就是一种面向对象的绘制网格的方式 我们运行一下 好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网格 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呢 是什么呢 就是用面向对象的方式其实是没有交互效果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你在在我们之前绘制网格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个里面进行实时的绘制 它可以实时的变化 但是你用面向对象的话 它就没有这个效果 比如说我用 可以看到它并不会产生一个取消网格的一个效果 当然你把它改变颜色的话也是不可以的 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也不能把它变成红色 这个其实就是在之前讲plt方法跟面向对象的方法的时候 提到的一个区别 就是plt它是在交互里面用的很多 然而面向对象的时候是不太适合用面 用交互式的方式进行汇图的 今天的作业呢 就是大家用交互式的方式 也就是plt的方式和面向对象的方式 分别绘制一个网格 然后网格的为绿色 为绿色 然后它的线形为点画线 然后它的宽度为1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